那讲了这四所学校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介绍到这个如何去 这个准备在高中阶段 如何去做一个planning 首先的话是一个课程上的安排 课程上的话 Calculus是一定一定要上的 Ideally BC BC AB的话 在一些好业的学校的话 你可能会显得有点弱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看这个MIT的这个课程安排 就是他本科生的这个三个major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个major的这个课程安排 其实大家会发现说 MIT对本科生课程的安排 从他的数学是从这个 multi variable和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开始上 OK 他已经不在那个BC的那个level了 他的本科生的课已经是从高阶的已经开始上了 那我会鼓励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 OK 不管是从网上啊或者是从community college 如果你的dream真的是MIT 而且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要去考虑一下这些课程 那另外的话一个AP physics 这个也是刚刚跟大家提到过的 尤其如果你的兴趣是computer engineering的话 anything with engineering ap physics是要上的一门课 那如果是computer science的话 你在这个ap physics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余地就是说 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major 但是还是得上的ap level最好 那从这个activity planning的角度来说的话 activity是体现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future engineer的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首先一个volunteering 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volunteering volunteering是很简单的一个activity 也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activity 我见过的10年级11年级的学生没有volunteering的人 大有人在成绩还很好 那volunteering这个话在我们现在是covid 都在家里面都不敢出去 机会很少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到哪里去找volunteering 我找不到volunteering 我到底是online还是in-person 其实机会还是有的 只要你知道去哪里找 但是这边的话是告诉大家 不管你是engineering也好 还是你是social science major也好 volunteering都是体现你 你能不能有一个social impact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大学非常看重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是基础了 哪怕这个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一的话 它不会之后不会有那么多coding课 但是基本的coding的能力还是要有的 所以基本这些programming language 几些学生 我们的这个高中生 还是要从python啊java啊慢慢的要开始上起来 student club organization 这个话很多学生 应该说基本上我们文区的这些高中 都会有这个coding club obatics club 而且大部分 就我接触到的学生来说 他们的club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 甚至有一些在covid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些想不想的project project要做 那independent project 这个对我觉得对community science的学生非常重要 这个的话就是你刻意时间 你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想法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的project 这些都会是你的independent project 那这些independent project 到后面都会变成你portfolio 什么是portfolio 这个portfolio不只是说这个我学音乐的 学艺术的学美术的学生才会有portfolio 现在我们的engineer 我们的工程师们 小工程师们也都有portfolio 那很多的私立学校 prinston 这个MIT 刚刚讲的MIT 他们的application 现在都带了另外一个部分 叫做portfolio 有的是他可以接受各种portfolio art music 这个maker portfolio 也就是我们这个engineering portfolio 包括说你的research paper 他都可以接受 那你有没有portfolio 对你来说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很大 我们知道application这个东西 这个写文章 包括说这个你填一些个人的信息 写你的application asset in the accepted list 它都只是字而已 OK 都是字面的东西 那学校如果说需要一个three dimensional 对你有一个three 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它你的portfolio 是最好的展现你的能力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 我对这个九年级十年级的学生 我跟他们说 你如果真的做了些东西 你一定要留下来 OK 你有一个record 你是写也好 你是做video也好 portfolio可以叫video 做video也好 你自己有一个website也好 放你自己做的东西 你要有这个 你到底没想到这个部分 OK 那最后的话 我们的很多学生会有一些music 有art 这方面的兴趣 有这方面的天赋 那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学music 要学art 做你的将来的一个career 但stology刚才也有提到 那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去 我的internet unstable 应该还好吧 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去展示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说MIT要什么人 这个全能行全手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高中阶段希望学生可以做到 当然看起来是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安部就班的来进行一些规划的话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 但是你得找到通讯